押容善上堂 跪下 容善 你可知罪 回来 容善 知罪 罪在何处 罪在 侵吞 朝廷下坡的赈灾粮食 你侵吞了多少朝廷赈灾粮食 孙公侵吞了 九万 九千 六百五十的 那些粮食现在何处 那粮食 粮食存放在 天井长炉盐厂 邢家粮的严苦里 你说什么 我以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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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素食 你 下官叩见于大人 上官叩见于大人 好 于大人 各位大人 下官是被冤枉的 下官只是奉命行事 负责搬运这些东西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这些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而是他是容善这个奸人 他指使我去搬运这些东西 可我不知道这里面 是救老百姓的粮食啊 我是冤枉的 替下官申冤啊 于大人 于大人 我 姐夫 江荣善 新家梁等罪犯 全部打入 直立死牢 来人 在 姐夫 等一下 姐夫 家梁知错了 你看在我姐和我叔的份上 请放我一马 求你了 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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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日寄行问占 押下去 押下去 是 姐夫 走 姐夫 走 姐夫 走 待人犯 快 打到我掌握 一刀子两个儿子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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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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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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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跪下 准备行刑 去 complicado hots 洞 大人 反正 块 霹 小小娘 时辰已到 斩 进步 上纸当 走 直立群抚于成龙 接旨 臣于成龙恭迎圣旨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人准直立群抚于成龙 进京必见 钦此 大人 老爷 来 试试你的新官服 玉兰 你这是干什么 给我做这新官服的花多少银子 老爷 我知道你节俭 不管做什么官就做一身官服 这当支州时候是医生 当支府时候是医生 当了暗查史 布正史 直立群抚还是只做一身官服 可是这回不一样啊 您要去见的可是皇上 老爷 我知道你节俭 不管做什么官就做一身官服 这当支州时候是医生 当支府时候是医生 当了暗查史 布正史 直立群抚 还是只做一身官服 可是这回不一样啊 您要去见的可是皇上 大伙商量着 无论如何 得给你做一身新官服 是啊 我就穿我的旧官服 皇上也不会怪罪我了 行了 别心疼那点银子了 别让大伙心里面别扭 于大人 去紫禁城朝见皇上 当然应该穿新的好 各位成功 你们都是朕的骨弓大臣 今日朕把你们从各地招来 是要向天下宣布一个喜训 即日前 我大清军队进入云贵省城 继吴三贵死后 其继续叛乱的孙子吴氏满 无路可逃 畏罪自杀 历时八年的三藩之乱 宣告平定 天佑我大清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吴皇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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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 臣于成龙叩见皇上 于大人 快快请起 谢皇上 十几年来 一直有人在朕的耳边提起你 于成龙 于青菜 在你来之前啊 朕还一直在想 这个于青菜 该长成什么样子 今日一见于青菜 就该长你这个样子 朕听陈廷靖说 你今年以六十有五了 臣本草牢下世 皇上竟然记得为臣的岁数 于爱卿 你获过三次卓矣 你乃今时天下清官第一 难能可贵啊 而且 你足足大了朕三十七岁 朕怎能不记得 谢皇上 来 随朕过来 来 来 于爱卿 快快请坐 谢皇上 你们先出去吧 朕和于大人好好聊一聊 这 是 朕听说你在湖北广州时 坚持剿府并用之策 竟将一个反复无常的匪首 成功地给招府了过来 回禀皇上 为臣只是遵循了皇上 剿府相继之策才得以成功 为臣并没有其他能耐 朕还听说 你曾单济独闯东山匪朝 没想到这些贼匪也归顺了朝廷 回皇上 却有此事 于成龙啊 你胆子可是真大呀 你果然是鱼胆大呀 你胆子竟然大到 打着康亲王的旗号 假扮了一万清兵 不费吹灰之力 就把黄州城给解威了 来 快跟人说说 你是怎么制服他们的 怀禀皇上 为臣只是仰仗了皇上的威德 那些乱贼就顺服了 为臣并没有其他本事 要是我朝 能多有几个于成龙 于青菜 于胆大的话 那可就太好了 爱卿啊 能有你这样的都府 实乃是朕的福气 也是我大清的福气啊 为臣惭愧 爱卿啊 你不必自谦 今天朕今日见到你十分高兴 所以特别想与你多聊一聊 今日啊 朕不准你居民礼节 你就把这南书房当 你